大家好,我是松轩渣的轩童 今天我们继续讲金庸先生的名片《笑儿江湖》 岳不群执掌五月后,立刻颁布善令 各派掌门依旧掌管元帮 特别对松山派更加关照一些 方正与冲须均觉得如此甚好 由岳不群担任盟主,明显强过左冷柴 岳不群来到灵狐冲身旁和气地说道 冲儿,你的伤怎么了 不如跟我和你师娘同去松山别院休养如何 不知为何,原本将岳不群视为生父的灵狐冲 这次竟然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道 还是不去了 横山派的金床药效果更好一些 师徒二人目光对视了一下 岳不群沉下脸来,似乎在询问 你怕我做什么 他见灵狐冲非常不安 于是一甩袍袖,转身离去 群豪陆续离去,由于灵狐冲身上有伤 所以横山派众人并未走远 当天夜里,忽问脚不传来 却见清城掌门于沧海 带领门下弟子数十人 吵嚷着走了过来 就听假人答说道 师父,姓林的小子,自不量力 深更半夜,将咱们约到这里 我看他是活你了 于沧海尖笑道 他还不是仰仗着岳不群那老狐狸吗 本以为这次左掌门必定成为总盟主 这才不远万里前来祝贺 不曾想,让伪君子捡了个现场便宜 清城派诸人有说有笑 全然不把跟林平芝约会放在心上 过了一会儿,就见平芝首持灯笼 自愿寂静而来 于沧海眯着眼睛道 小子,别以为你岳父新进了盟主 你就可以横行无忌 看在岳不群的面子上 我不杀你,赶紧滚吧 林平芝不愿意在横山派面前有所动作 于是将于沧海带开道 昔日,你为了抢夺我林家的辟邪剑谱 杀我福威镖局数十口 我爹我娘也间接死于你手 这笔账要怎么算呢 于沧海见平芝的眼中仇恨之色 越发浓重 于是打了个哈哈道 小子,你想报仇也成 可惜你林家辟邪剑法徒有虚名 你这点本事,只能丢人现眼 平芝突然闪了上来 这一下快速一场 于沧海的剑刚刚拔出一半 就觉得手腕一紧 早被对方扣住脉门 随后,但觉脸颊生疼 竟被平芝狠狠抽了几截耳光 林平芝呼得退开 看向于沧海道 我不会这么轻易杀了你 我要折磨你 要让你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我要让你亲眼看着亲人 一个接一个地死掉 我们的游戏才刚刚开始 说吧,他慢慢地转过身去 悠闲地走向了远方 于沧海等人 默然地待在了原地 这一刻,或许他们真的感到了害怕 此日,林湖冲伤势好转 于是带领恒山弟子们走下松山 来到一所茶滩休息 却见青城派众人也在此地 双方并不答话 没过一会儿 道路的尽头显出两个身影 于沧海立刻紧张起来 就见林平芝和新婚夫人月灵山 阴沉着脸来到近前 四下没有任何声音 林平芝盯着于沧海 眼神中露出贪婪快慰的神情 这远比愤怒更可怕 于沧海握剑的手在缩紧 可他不敢拔剑 内心中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千万不要向对面这位少年出手 否则 可是即便自己示弱了 对方就会放过自己吗 于沧海后悔当初 为什么要抢夺林家剑谱了 可他还没来得及思考 平直的剑已出窍 没有人能够形容这一剑的速度 四名青城弟子应声倒地 于沧海甚至没看清楚对方的出手 平直早已大笑着离开了茶寺 这一剑已经让林狐冲断定 平直和师傅所用的剑法 就是东方不败的葵花宝典 如此看来 他们全都修炼了辟邪剑法 自从与东方不败大战之后 林狐冲脑海中时常会出现 如何破解这套武功的问题 作为独孤九剑的敌传者 这是自然的反应 如今平直想要报仇 正好可以借机研究辟邪剑法的精妙之处 当天深夜 林平直果然再次携夫人前来 这一次青城派拼尽了权力 七八人组成剑阵 对付月灵山 其他所有弟子配合于沧海 围攻林平直 可林平直的身形如闪四殿 但听得人群中惨叫之声 不绝于耳 于沧海接连受创 可依旧咬牙坚持 因为他听到另一边 月灵山的呼救之声 只要林平直救援妻子 他或许还有机会 可平直却如一只细耍老鼠的猫 他将于沧海刺伤 却不杀死 口中兴奋地喊着 看清楚 这一招就是林家辟邪剑法的第六招 你当年那么想学 我就细致一点 演示给你看 你满意了吧 月灵山被剑阵困住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林狐冲急道 快些救他 可怡青却摇头道 咱们已经说好两不相帮了 这样贸然出手不好吧 盈盈看了眼爱人 没说什么 却飞身跃到灵山身旁 拉着他脱离了险地 青城弟子 早已死了大半 于沧海 眼见爱图贾仁达的脑袋 被林平之一箭切下 不禁吓得肝胆欲裂 他哆嗦着 向后退开几步 见林平之并不追赶 这才颤抖着 向山下几尺 平之满意地收起长剑 向月灵山说道 走吧 灵山听到这冰冷的声音 想想刚刚丈夫的冷酷无情 不禁心中凄苦 哽咽道 你自己走吧 现在喊我做什么 可不曾想 丈夫连看都没看他一眼 转身就走 淒淒的月光之下 林山孤零零一人 瑟瑟地站在山岗之上 欲嫌可怜 盈盈本想送他一程 可林山却说道 刚刚多谢你救我一命 我要回去找我爹了 咱们就此别过 又过了一日 横山众人 跟随着青城派的脚步 来到一个小镇的九四之中 果然没过多久 林平之身着霞佩华服 扭捏着走了进来 他选了一个干净的座位做好 拿出锦帕 在额头上点了几下 但却一股幽香飘来 盈盈巧声对林湖冲说道 冲哥 这完全是东方不败的做派 你林师弟进展得好快 就在这时 店门外却闪尽两人 当现一人 勾身背驼 正是木高峰 他左手挟持着月灵山 走到靠窗的位置 望向林平之道 幸会幸会 尊夫人在我手上 想必林兄 应该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吧 平之毫不在乎道 走来听听吧 木高峰见他这么容易说话 当下笑道 对林老弟来说很简单的 只要你将辟邪剑谱 借我看上一天就可以了 林平之看向了于沧海道 于冠主这几天 每天都能见到 有人施展辟邪剑法 这比看剑谱好多了 对吧于冠主 木高峰听他这样说 也走到于沧海身边询问道 果真如此吗 你见到的剑法可是真的 于沧海苦着脸道 我的确见过 真假可就说不好了 其实姓林的就会用 你自己问他好了 林平之从桌子上 拿起一根竹筷道 当年是你杀了我父母 我没说错吧 看清楚 这就是你日思夜想的辟邪剑法 他话音未落 人已经飘到木高峰身前 众人只觉眼前一花 林平之已经闪会 而木高峰却满脸是血 面部已被竹筷中创 林平之忽然变得暴躁起来 猛地抽出长剑道 正巧 今日仇家全聚在一起 那就清算一下吧 他的剑远比声音更迅速 斗手之间 清城弟子人头纷纷落地 于沧海知道 今日如果跟木高峰联手 还不能赢的话 那此生就再无机会 当下将心一横 拔剑对攻了上去 木高峰与他一样想法 此人向来凶狠 这是到了生死关头 一出手就是全力以赴 尽管接连被刺中 却越斗越勇 余下的十几名清城弟子 见势头不对 早逃之夭夭了 林平之杀得兴起 就见红影闪烁之间 天空中鲜血四处洒落 于木二人各自身中数十剑 犹如两个血人 可依旧狂斗不止 突然 于沧海大叫一声 自上而下 人剑合一 拼死涌出了清城绝血 这一招 除了掌门 从不外喘 只有在最紧要的关头 方才实用 林平之眼神放光 迎上了对手的剑锋 与此同时 木高峰却自得吓穿了出来 伸开双臂 牢牢地搂住平之的双腿 张嘴向他大腿咬去 但听得惊天动地的几声嚎叫 于沧海的四肢 双眼 咽喉 同时中剑 身体如枯枝一般 倒在了地上 而平之的长剑 早已插进 木高峰的脊梁 自前胸穿处 竟将它 定在了地面之上 与此同时 木高峰的背部 驼峰处 却击射出一道黑色的墨汁 净数 喷在平之的面部 这一刻 吐起糊落 一招之间 已经分出了生死 平之闭着眼睛 扬天嘶声怒吼道 我报仇了 爹爹 娘 我终于替你们报仇了 他脚步亮强 神态癫狂 满脸毒汁 却已不管不顾 林山急忙 跑到镜前 扶着他哭道 平之 咱们先将毒液 清洗干净吧 千万别伤到眼睛 林平之却尖叫了一声 将他推开道 滚开 别在这里假惺惺作戏了 于沧海 他们虽毒 但不失为江湖恶人本色 可你的好爹爹呢 为了夺取我林家辟邪剑谱 不惜把闺女 嫁给我这个穷小子 如今剑谱 他已经得到了 你还演什么呢 我已经报仇了 我不怕死 岳不群 你来吧 我不怕你 他越说越是激动 说到最后 已是生死历劫 林山哭着 又走到他身边 柔声道 平之 你千万别这么想 即便爹爹 有什么不对 但我对你却是真心 说有半点虚假 我宁愿死在你的剑下 难道 你真的要让我将心 掏出来吗 平之慢慢地冷静了下来 在林山的搀扶下 一步一步 消失在街头 预知林山和平之的命运如何 请看夏季 林平之杀妻 以求自保 林狐冲师徒 反目成仇 有些网友向我们询问 为什么这两集 《梅爱原著》和电视剧讲解呢 在此宣童阐述一下 对原著的看法 这两集是《笑傲江湖》的高潮部分 从文笔上讲 写得非常精彩 岳不群和左冷禅的一场大战 包括后面 林平之复仇 描写得都很到位 其中打斗场面 堪称经典 我们从一名携手的角度来审视 也受益良多 但这关键的两集 在逻辑上 却出现了巨大的漏洞 说的重一点 就是败笔 其中岳不群 岳夫人 林平之 岳灵山四个人全都写错了 宣童在此 帮网友们重新梳理下逻辑 一 岳不群和林平之 修炼辟邪剑谱 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而他们之间的关系是 林平之知道岳不群自攻练剑 而岳不群不知道林平之练剑 二 华山密洞中的剑法 可以提升武功档次 但是短时间 不会有大幅度提高 因为从岳灵山 根本就打不过青城派弟子中 可以看得很清楚 三 岳不群有自信 可以战胜左冷禅 这种自信源自于辟邪剑法 而不是华山密洞中的武功 跟进上述三点 我们看原著中产生的巨大问题 首先是岳灵山 为何变得那么强劲 虽然书中一再解释 包括出其不意等等 但根本不通 之前灵山的武功 大概跟路人甲差不多 魔教的教徒 各派的弟子都可以虐他 学习两个月失传的剑法 就可以战胜莫大 我们在视频里已经做了各种 拉紧双方差距的处理了 但还是感觉不对 也就是在这两季中 岳灵山一会儿强一会儿弱 变强的依据也靠不住 更可怕的是 原著中还让岳灵山继续挑战左冷禅 请问他哪来的勇气 可以判断出左冷禅不会杀他 更令人想不通的是 他这种幼稚的举动并没遭到阻拦 爹娘丈夫就这么眼睁睁 看他傻傻的表演 这还没算完 随后 岳灵山几句逆天的话 才让观众们大开眼界 当左冷禅走出询问 还有谁敢和自己比武时 岳灵山道 我夫君是后辈 必知左师伯不免要略训一筹 我妈妈的剑法 自然可以和左师伯旗鼓相当 至于我爹爹 想来要比左师伯高明一些 请问岳灵山凭什么认为 爹爹的武功胜过左冷禅 就凭华山密洞中失传的剑法吗 前面咱们说了 岳不群有自信可以 但是其他人这时候 都应该很紧张才对 因为岳不群学了密洞中的剑法 依旧打不过左冷禅 这才是事实 可咱们看看华山派的表现 岳夫人很淡定 而岳灵山很傲娇 再往下 林平之复仇写得更不像话 双方交手共四次 一次比一次激烈 在第一次交手后 原著这样写 岳灵山道 爹爹今日叫你饶他性命 你要报仇 难道还怕他逃到天边去吗 请问岳不群 怎么知道林平之 能战胜于沧海的 这不是悖论吗 若岳不群认为林平之 有这个能力 早对他下手了 或者也可以猜测出 平之恋的辟邪剑法 同理 岳灵山为什么对丈夫的实力 没有怀疑呢 两个月之前 你们两个的实力 完全一样好不好 你自己能不能打过于沧海 没有点数吗 你丈夫突然就可以虐杀对手了 你就没一点想法吗 综上所述 在这两集中 华山高层全体失控 好像打赢谁都是正常似的 那么错误在哪呢 宣童认为 金庸先生写着写着就忘记了 误认为华山密动中的武功 就相当于辟邪剑谱的实力 由于作者产生了错觉 所以华山派集体膨胀 好像人人都练的辟邪剑谱一样 这就是我们在这两集视频中 大幅度修改的原因 还望网友们指正研究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就点下关注吧 公众号上还有本期文案 喜欢看文字的小伙伴 请扫码加入 将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心得体验 与人生感悟